台湾疫情开始温和 Ella 陈家驊这日终于现身活动 和大家见面 她都表现得相当兴奋 说到疫情期间 在家隔离的生活 Ella竟然说 一定要赞一下老公賴斯祥 你知道这段时间 我真的必须跟大家分享 我必须好好夸赞一下我先生 我觉得劲宝能够成为他的小孩 实在太好命了 因为这段期间一开始是 劲宝上网课 然后我就是会早起的那个人陪他那个 可是突然有一天 因为他爸爸觉得说 劲宝现在就是没有上学 所以他想要跟他很要好 就请他来我们房间睡 他整个变成地表最强小王 他硬生生的把我老公抢走 那为什么我没办法跟他睡 是因为劲宝睡觉的时候太会翻了 所以我就只好去他房间睡 后来劲宝就成了我先生的室友 三个月 他每天睡在 我就一个人在自己 就是在他的房间 所以我们不会看腻 但是我先生就是真的每天都跟他儿子很幸福很缠绵 然后变成很要好的朋友 然后我先生就是真的就是带着他 他变得有点像全职的爸爸 所以我就变得很轻松 可以享受就是自己的时光 我就在房间看剧啊看一些影集啊什么的 所以就觉得自己蛮幸运的 然后这阵子我跟你讲 劲宝换了一张床 然后他就觉得他房间变得很舒服 所以他就回去睡了 那我就重回我自己该有的位置了 身穿白色年身裙登场的Ella 最近一位尝试断食减肥而瘦了不少 最瘦的时候只有47公斤 除了Ella之外 连他老公都瘦了不少 因为老公最近身材是不是变好 有耶 也因为就是就是你刚刚提到 他就是因为坐席变得很正常 他都跟着孩子的坐席 所以他早睡早起 然后每天都吃很健康的食物 然后就开始运动 然后我买给他的营养食品 他也有吃 所以他现在变得超健康的 然后我就很开心 因为我真的很担心他老了 我要一直推他 我曾经真的跟他这样讲 我说老公你可不可以好好照顾你的身体 我真的觉得你不是很健康 因为他有时候忙公司的事情 他也可以熬夜熬到两三点 他肯定的状况也不是很好 所以这段时间他变健康 我真的为他开心 然后我就很期待进宝 赶快18岁 然后我们夫妻俩就可以到处出去玩 今年9月11号 在SHG出道20周年 虽然没有举办任何大型活动庆祝 不过他们都有特意抽时间出来聚一聚 当然是我们三个人就是决定 因为我们这天就是有特别留下来 然后我们就决定 就是自己三个人吃饭 真的只有我们三个 没有其他人 然后我们就肆无忌惮地聊 然后聊到很多 就比如聊聊我们生活的近况 做了哪些事情 然后家里的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也聊到以前工作的一些状况 然后聊着聊着 真的是又哭又笑的那种 然后就觉得 我们怎么会这么爱着对方 就觉得非常的幸福很美好这样子 所以然后就真的是吃到餐厅打烊 然后我们再去递避他们家 就再做一下这样子 对 那怎么没闪过要无预警地开个直播 给大家一些惊喜 也没有想到 因为可能喝太棒了 如果这种时候开直播就会变成灾难 不太棒了 SHE三位成员之后 都有在社交平台发文纪念这个特别的日子 有细心的网友就发现 他们发布的照片中 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巧合 那你们三个人PO出去的照片 我先选好 没有 你知道我们三个超有默契 我也被歌迷吓到 就是 他说我们三个人发照片的顺序 C位的位置刚好是SHE 我真的没有想到 我只能说 这一切都是天一 一切都是 好老 但是我就觉得怎么会这么巧 然后真的歌迷 所以他们就是歌迷 就是他们会发现这种东西 可是我们没有注意到 可是我也很谢谢他们 他们告诉我这个小细节 我就觉得好浪漫 怎么会这样这样的 计划接下来可能会不会再唱首歌 或是说有一个见面会 能不能这样的 我自己是比较正面去看待 但是就是顺其自然 因为你也不知道会怎么样 所以就是顺其自然这样子